科学受护劳工的劳动剩余 它仅仅负担你的最低生活所需 什么是最低生活所需 当然它不能让你饿死 因为你饿死了它就丧失劳动力 第二是说你也是消费者 你饿死了就没人消费 这都会危机到这个体制自身 好 那以上这个谈的呢 当然跟婚姻家庭非常有关联 就像刚刚讲的 因为这个就是牵扯到最低生活所需的计算 所以 当自本家每顾起一个男的工人的时候 预设的就是有另外一个女的人 帮她无常打理家务 这是过去 好 那 现在当然婚姻家庭的组成多了 但是我认为家庭的这个 基本的性质跟功能并没有被挑战 好 并没有被挑战 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同性恋婚姻的 在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相对平等 但是其实它刚好把社会剥削 跟社会压迫的社会关系 限定在家庭内部来看 也就是说家庭内 只要家务分工平等 好像就没有剥削 可是其实当然不是这样子 因为整个家庭是在社会结构当中的一个组成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家庭在这个社会结构里面扮演的角色 所以也就是说 他刚刚我说的 提供无常的家务劳动 这个性质 所以如果不挑战 现有家庭的这个劳动力再生产的单位配置底下 单单谈家庭内的重新分工跟改良 不可能取消家庭的剥削 这个就好比说我们今天说一间血汉工厂 血汉工厂不会因为里面的性别比例很平等 它就不是血汉工厂了 因为这不是它内部的问题 这是家庭与外部的问题 所以我的立场基本上是认为说 国家目前法律保障的制度性的婚姻 跟Donnell浪漫爱的意识形态 确保了大批的这样子 自愿投入无常家务劳动的人 那不管那个人是什么人 异性恋家庭里面的人 过去说是女人 女人要解放 要脱离这个位置 那现在可能很多同志 想要投入到那个位置上面去 支撑了家庭体制的维持 那从这里其实我们现实上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公司企业 其实会提供给已婚者 比起未婚者更好的待遇 各种优奖励 薪资的奖励等等 或者潜在的晋升的逻辑 已婚的人会比较好晋升等等 这些对于已婚者的家会 它都不只是歧视问题而已 而是说它背后有一个物质基础 就是资本家清楚地知道 一个有婚姻的工人 他是一个更好利用的工人 就是说他可以自己维持 他生活的这种稳定性 所以他提供这个种种的诱营 那我认为说 这个部分其实是我自己在切入 同性婚姻的一个起点 那我们怎么样去看 当前的同性恋的这个婚群运动 在全球范围兴起的这个现象 最近啊大家可以上那个什么香港新报 明南大学的尤靖教授 其实有一篇文章叫做 向上认同的嘉年华 我这里就直接引用他的话 他说随着新自由主义强化私有制 让社会资源急需向上移动 加深了贫富悬殊 同时强化国家对情欲身体的规训 同性运动则现身为最成功被收编的群体 第一个走出来 任作正常中产阳光的那个亮仔亮女 为了成就这个正常的同志人版 抢着婚姻制度津贴 把婚姻说成人权或公民权 任何收过税单的人 其实都心知肚明 婚姻是一套巩固歧视非婚人口的特权制度 然后另外他提到说 过去十年来 全球同志运动的主权率是争取婚权 以此作为性少众病动的强化正当性 团结内部的最重要命题 好 枪口队内破坏团结 就是说举凡对这些这个大的命题 提出异议的都会被认为保守封闭或枪口队内 这些东西尤静写的题目是香港 但是台湾赌来同样贴切 在场各位应该都很有共感 我认为尤静教授很精确的把婚权命动 放在新自由主义强化私有制的历史脉络里面来阅读 可以对照的是 其实台湾的家庭社会学 有一种很粗略的归类方式 就是认为同性恋是后现代的 同性恋婚姻家庭也是后现代的产物 所以他无需说明 就是他理所当然的 他就自外语左右劳资等等现代话语 而且他挑战的现代性 就是同性恋因为好像他就是不正自明 他就是后现代的 所以这种观点 我认为他既去历史去政治 成为一种说了的予没有说的解释 那台湾这两年台湾成家的这个 现在看到这个三案并推的这个 分拆并推的这个法案 那目前大家知道只有一案 也就是把那个男女改成两性 男女改成双方在那个立法院里面 一读交付委 那另外两案还没成案 但是修法过不过是一回事 但是这个修法的运动 在同志社群内部里面 已经产生具体的效应 举个例 过去走在同志游行队伍里面 大家对于婚家的看法 可能是非常复杂多样 例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我过去很多朋友一起走在运动里面 游行里面 但是他对于婚家是可能无感 或者觉得自己不宫不佳 然后并没有投入这个运动了 但是当修法的运动升高的时候 这个情绪被动员起来 立即的修法进程被摆上台面 快速的激起 并且强化了追求婚姻这个单一目标 今年同志游行不主打婚姻 很多同志干脆就不走 大家可以注意就是今年的同志游行 你去扯什么性难名 当然他就更不来 因为这个时候也必须明确表态 所以你到底知不知是婚姻 所以对我来讲 我认为这可以说是一场反病动 就是说他推动的改变 目的在于维持更大的现状 他甚至不是社会进步的某个阶段性 有人会说我们未来要追求某个最终的愿景 而我们追求婚姻只是一个阶段性 我认为不是 他不止不是阶段性 他是一个反病动 因为他把本来社群的复杂跟开放 反而被关闭跟收拢 打造了人人都应该要 都想要成家成婚 并且相信成婚成家 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会同意 就是有些人认为说 看了不家庭的系列 觉得有一些论点 好像是老调重谈 包含像我刚刚前面在讲的 这个劳动 作为家务劳动这件事情 都不是新论点 这是很旧的理论 但是呢 对我来讲 就是在这个层次上 我愿意同意 就是这些批评 或者对于婚姻家庭的不同立场 过去就存在在同志运动里面 就是说并非我的创建 而是说 现在的婚泉运动 关闭了过去已经出现的讨论 所以我认为 这个目前的婚泉运动 它取消了本来同志运动里面 固有的复杂性跟批判性 然后遮蔽了这些讨论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应该要做这个提醒 也就是说评估目前的婚泉运动的 推动的过程里面 必须要看到这个面向 好 我现在先讲到这里 后面有机会再补充 谢谢 好 谢谢浩中 对于资本主义脉络之内的婚姻家庭 进行一个物质的结构的兵器 我刚刚一直在听你讲 哇 现在在上马克思主义 或者现在在上女性主义 101都是最基本的 大家必须要理解的分析 其实毁家废婚听起来很吓人 也引起来大家很强烈的情绪反应 但是毁的 废的 其实不是你的婚他的家 毁废想要毁 毁掉的 是刚才黄浩中在讲 当代的这个女之下的 某种婚家的结构 以及在婚家的情感意识形态当中 所掩盖了那个权力的 那个剥削的那个关系 所以谈毁废的话 其实并没有放弃要去改变婚家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家过去可能对同志来讲是个人出贵的阻力 但是现在这个家可能是同志集体权力的阻力 这个也是这个专题的写手们一直想要提醒的 我们下面的话 要请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的 嫔妃来针对逆行婚姻路 不做家国代理人发言 嫔妃是典型的唱双簧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你们只看在前面的王萍 看不见后面的丁乃妃 可是你会听到的是两个人的最美和声 我们怎么会有这种组织 好 我是王萍 但是先帮嫔妃做一点小开场 嫔妃确实是我跟丁乃妃的合体 那我们大概是在二十多年前 当时在一种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氛围之下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勇气 单独的在社会前面发出声音 是一种胆怯的集结 可是二十年后回看 我觉得孕育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同长 我觉得我们必须在此刻很清楚的 把自己的状态跟样貌 暴露在各位面前 如果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我觉得也许我们在运动里面的 这几年的成长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好 所以简单介绍一下嫔妃 我们确实像刚刚何春蕊讲的 我们是合体 可是我们不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今天也没有在前在后 等一下她要发言 代表她自己 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一个头脑一个身体 我们有点像就是很微妙的字体在孕育自己 然后很难分割 虽然这里面包含了没有勇气的部分 我们在过程里面互相鼓励又互相牵制 你就知道我们彼此批判对方是多么的凶狠 而那个凶狠的力道大概就出现在她的文字 跟我在运动上面的一些表现 所以我们是在互相培养对方 于是我们就发展出一种很奇怪的 无法言议的分工 但是在这个分工之下 我们确实共同战斗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共享的资源 所以我们是一种革命伙伴 更胜于亲密关系的一种在地实践 那我还满鼓励大家用这种方式 产生各种关系 好所以我们虽然没有性关系 没有法定的任何关系 但是我想我们的亲密程度是 大家有目共睹的 好那今天在谈跟婚姻有关这件事情 我必须承认其实这个主题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辛苦 因为婚姻对我跟丁乃妃而言 它并不是一个从来都排斥的东西 我们都有过或有异性恋的婚姻关系 那这个婚姻我也必须觉得我跟在场 除了主持人以外的人最大的不同是 婚姻平权运动不是现在才开始 但是现在它是在同志的运动里面 最高的那个风头上的位置 婚姻平权运动从一系列的婚姻平权运动 也是从那个婚姻平权运动 一路走过来的平权律师 所以我觉得也许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从看这个婚姻平权运动到此刻 跟同志的婚姻平权运动之间 我看到的某一种恐怖的关联 其实就像昊宗刚讲的 现在在运动场运我现在都有点觉得